大家好,歡迎回到影畫春秋 講完影展都講一下今個星期有什麼戲 接著我們講一套動畫電影 韓國動畫電影 香港戲演其實很少機會上韓國動畫電影 我記得對上一套真真正正在香港上正常的韓國動畫電影 應該是十幾年前的一套叫做美麗傳說 這個導演之前那套戲好像有 都有上過 上過亞洲電影節 這個導演是炎上號 炎上號仔的施殺列車的導演 施殺列車就誰人都知道是什麼 因為收了六千多萬 現在就直接連韓戰二的票房都會過 這件事我真是安樂自己都猜不到 其實這個導演之前有一套動畫 香港應該最起碼都有特別放映過 那一套應該是一輩子豬 有兩套動畫 之前他就拍過 一套要一輩子豬 另一套就是打狗豬 兩套也都在亞洲電影節上畫 這兩套動畫 我記得在亞洲電影節上的時候 都是只有英文而已 沒有中文詞目 所以應該就連特別放映的機會都未必有 其中一套我看了一輩子豬 說一個欺凌的問題 其實韜希是非常絕望的 如果你看這套導演的作品 其實他也是一個挺黑暗的導演 黑暗的作品 其實他裡面的情節是會令人有一種絕望的感覺 即是他裡面 即是他無論看施殺列車 其實就是講一些人性的黑暗面 那你看這個一輩子豬 其實就是講一個人被欺凌的程度 其實就是相當之黑暗 那另一套就是打狗豬 打狗豬 其實他是 即是藉著一個教會的故事 也是去講一些教會 一些偽善的黑暗面 那他拍這個施殺列車 那一套真人已經其實同時 其實他是製作一套 這套動畫叫做首爾站 其實首爾站 就可能沒有那麼多人認識 因為首爾站沒有在康城做過 但他就在這個富戶村 國際奇幻影節 其實好像是開幕還是閉幕 閉幕作 那他之後就在南韓 也有在戲院正常上調查 規模都不小 因為始終施殺列車也有回到那一刻的好評 所以其實首爾站來說 就是當地來說 香港也不是很細A 做了他就算的 那在香港其實他也不是很細A 他也不知道排了十幾間戲院來上 其實可能大家沒有人意 其實這個施殺前轉首爾站 配音卡士都幾厲害 首先就有這個柳成龍 有這個沈恩徑 那沈恩徑是誰呢 其實沈恩徑就是 就是在這個施殺列車裡面 第一天跳上那輛 那輛高速列車的喪屍 其實就是沈恩徑扮的 那些人就會有個聯想 究竟這一個 究竟這第一個跳上火車的喪屍 是不是就是 首爾站卡通片的主角呢 那也都耳鵝傳 在這套首爾站的照片之前 都有不少的網站或者媒體 是轉載 就說 那個跳上列車的女生 就是首爾站的女生 其實不是的 其實就不是的 另外有些宣傳就是說 這個施殺前轉首爾站 其實就會拆解這個 究竟那些喪屍是怎樣來的 這個源頭 我看了整套電話 我發現其實是 完全沒有說過這件事的 反而施殺列車呢 他有說過 那個主角究竟 就跟那個 他做完公司 其實跟這個喪屍 其實是有些關係的 因為不知道什麼事 搞出一個大頭髮 然後把喪屍走出來的 而這一套首爾站 其實就簡直 連這個關係都沒有說過 一開始就說過 有個路縮者 然後就被喪屍咬中了 然後就去了首爾站 然後就咬其他人 然後一傳十 一傳八 搞到那些大壇議出來 其實由頭到尾 都沒有說過 究竟喪屍是怎樣來的 跟這個喪屍有沒有關係呢 除了還是說喪屍 你可以說 你可以說 唯一的關係就是 就是 他在同一個背景裡面出現 這個首爾站 其實應該發生的時間 是會比 那個 被那個 施殺列車 會早一點 是會 因為如果你看 施殺列車 就是說到 那個主角上了一輛火車 然後就 那輛火車裡面有些新聞 就說到 手爾出了事 那些人又 又開了片 等等 但是這個 首爾站一開始 應該就 沒有喪屍出現的 就是說到 有個路縮者 被 之前被 不知道哪一隻 喪屍咬中了 之後就 然後就 咬第二個 第三個 四個 當然 那兩件事 也都不能 相距得太遠 如果不是 他們搭 第一班車的時候 都已經 搭不到 所以 這套 首爾站 你可以當是 一個獨立的作品 來看 那你說 那套戲的水準是怎樣 首先 第一樣 你看這套戲 其實 你不要拿日本的動畫 去 和這套 首爾站 因為始終 你韓國的動畫 和日本那些 那麼高水準的動畫 來相比 你不能夠相提並論 其實 如果真的 說到動畫 來說 那你說 哪一個 是 這個世界龍頭 我覺得 日本和美國 是有得爭的 或者 兩者 可能的市場 甚至乎不同 不過我覺得 以整體來說 其實 日本應該都 就是 動漫家 一定都是 世界首位 一致 你不要用一個 日本的動畫 風格 來看這套 首爾站 因為始終 風格 有不同 其實技術水平 也有一個距離 例如你看 首爾站 你看 伊人畫的動畫 其實 畫面數 其實是不夠的 所以 就無謂拿它 來和日本來 比較 但是 有些 例如 你畫的背景 其實我覺得 做了一定的水準 例如 你畫的首爾站 你畫的建築物 其實 都 都有個仔細度 只不過是 你畫的 影響動作 我覺得就會差一點 就會 始終韓國 是 很多東西都發展 在文化上面 除了一些 流行文化 其實 可能電影 可能真的動畫 這些 都已經有 他們的 發展 不過 你講 動畫 其實 日本的動畫 其實是 在韓國 甚至在大陸 還可以 這可能是 製作成本問題 所以 我覺得 大陸 或者 韓國 都 發展 動畫 水平 都 沒有我們想像中 不太差 其實 那 講一套劇 劇情 主要是 女主角 惠善 就是 一個 一個窮 窮的女生 另外 她的男朋友 也是一個窮的男朋友 沒什麼錢的男朋友 因為 他們兩個沒有錢交租 男朋友就放了女主角上台 然後 就 放了女主角上台 然後 就 找了女主角來做玩家 來賺錢 然後 她的 老爸 看了一段 然後 就 發紅 然後 找女兒 他們中途 遇到 有喪屍 不停被喪屍追 被喪屍咬 劇情主要就是 這裡 不講太多 我自己 本身 如果你跟之前 一輩子豬多來的比較 我自己 覺得 這套 首爾站 我覺得 就會比較弱 其實 首爾站 只是 她 搞這個 project 之前的 一些 前菜 用來 一些 一些 注意 或者引她 投資的時候 做一個project 完成度 都不差 不如 都出去 看看有沒有 什麼反應 不排除 可能性 我說這個動畫 我覺得 有什麼不足 主要是 人物的描述 道 會 跟你之前 《一輩子豬多》 比較 《一輩子豬多》 是 你看完主角 被人欺負之後 你會 覺得很深 你是會同情的 你看完之後 你真的會很灰 但是 這個首爾站 我覺得 就會差一點 抵她死 快點咬她 她裡面 說到 那個女主角 一些 人的描性 其實 那個角色的描性 其實沒有 撕殺列車 那兩個 父女 其實做得不好 她做得 沒有那麼仔細 所以 變了 你在 投入的劇情 是會 弱過 撕殺列車 另外 她裡面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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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角的背景 沒有交代 例如 女主角 為何做援交 為何被人擺 擺盪 又沒有什麼 說到 另外 那套戲裡面 有個扭竅 其實她扭得很大 其實她想 貫徹 導演 一些黑暗的作風 就是 說到整套戲 沒有一個是好人 全部都是 壞人 全部都是 最後都是要死 其實她是想貫徹 這個導演 有這樣的作風 所以才 到最後 突然間扭 這樣的 扭完之後 看完之後 以為會很黑暗 但是 就是因為 她對於那個人 就是對於 那些角色 那個描述 其實是 那個交代 所以 變成 扭完之後 你 你覺得 很出奇之外 都會覺得 好像有些東西 是差一點點 變成有些特額 就會是 嗯 所以相對來說 我就會 對這套手意站 其實我就會 我就會 有少少失望 我就會 是 那手意站 就 差不多講到這裏 如果你有興趣 真的看 我覺得都 值得一看 就是 如果相對於 施殺列車來說 施殺列車主義 就是 人性上的 黑暗面 那這個 手意站 除了講 人性黑暗面 其實她都 有暴露到 一些社會的問題 就是 說到一些 貧苦大眾的忽略 就是社會的問題 例如窮人 露宿者 這班人 永遠會被忽視 會永遠會被歧視 就是一些官僚的問題 在這套手意站 都會有提及到的 就是她批判的層面 其實是會比 施殺列車廣一點的 但是我覺得 拍出來的水準 就沒有施殺列車那麼好 一來 劇情的張力 沒有施殺列車那麼強 二來 她拍出來的細緻度 其實跟施殺列車比 其實是會差一點 其實都很理所當然的 因為 以回安樂 這些 不會計錯數的個性 怎麼會真的去到施殺列車 這麼賣得之後 才突然推出這套 因為我以為這套電影 會放在亞洲電影前上 我覺得是 因為她的施殺列車太... 太收得了 太收得了 不爭取買賣 看看賺到多少 對 播出動畫 看看賺到多少 最主要是這裡 我覺得 所以 可能你說 為什麼 會差這麼遠 我覺得是因為 這樣的情況 例如今個禮拜 其實我覺得 幾套都拍得一般 聖杯騎士 我還沒看 有些人看 反應都很逆端 Teres Malick 近來的作品 Teres Malick 應該除了 《生命樹》之後 就沒有一套 繼承到 那一個 口碑 另外還有一套 熱血新世紀 《熱血新世紀》 其實我拆彎 其實是去年 威尼斯的參賽作品 都不是新的 不過就沒有聖杯 沒有聖杯騎士這麼舊 聖杯騎士 我還沒看 我會看回 《熱血新世紀》 我看了 要不要說兩句 說兩句 這套戲 其實那個片名 就覺得很壞 一擺明的賣點 就是熱血喪男 的男主角 加《吸血新世紀》 的女主角 偷看來就是熱血新世紀 但整套戲拍出來 是很冷血的 其實這套戲 應該是今年 約五月的時候 在台灣有做的 那時候台灣的片名 我覺得會比較好些 這套戲的英文片名 就叫做 《Ecos》 同等族類 在台灣的譯名叫什麼呢 叫做 《禁戀世界》 《禁戀世界》 其實名字是貼字很多的 如果你說片名的話 不如說《冷血新世紀》 就用好了 因為其實這套戲 就是講到有個世界 那個世界呢 就是 講到 所有人都被操控 就不能夠彼此相愛 的 如果你 如果你對別人有感覺 或者有身體上的接觸 他就會 當成為有病 那那個病 就叫做 《Switch on syndrome》 如果你中了SOS 其實就等於你中了癌症 又分為一二三四階段 如果你去到 比較嚴重的階段 你就會被抓到一個要巢獄的地方 來做這個治療 又要打針 拍針 甚至鼓吹你去自殺 那這個和神叼合力的情花毒有什麼分別 沒有什麼分別 有些斷腸 做給他就行了 不用講那麼多 現在他就講到一個 熱血喪男主角 和這個 吸血身世紀的女主角 兩個人就在一個 不能相愛的世界裏面 撞著了 然後他們兩個就講到 他們撞著了 然後 會被人抓的 病 那他們兩個 能不能夠在這個世界裏面 彼此相愛呢 能不能夠逃出這個世界呢 劇情我會自己覺得 他的概念其實我覺得不差的 還有他裏面營造的世界呢 真的很冰冷 其實所有東西都白白 我覺得這套戲的美術其實做得不錯的 你真的營造的氣氛 其實就真的是冷冰冰的世界 我覺得 那個感覺做得不錯 但是那個劇情 就和這套戲的世界一樣 也是非常之悶 我覺得是 其實這套應該都算是 少少一些獨立作品的 有少少獨立作品 就是這套戲 就是講到說這套戲是沒有了情感的 但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 你這套戲裡面 講到所有人 全部 一些情感都沒有的 但是現在 你就是連劇情裡面的情感 全部都抽走了 那你怎樣寫下去 才能夠吸引到別人呢 那這件事 我覺得導演就似乎 就駕馭不到這件事 就是你抽走所有人的情感 那套戲頭一小時 其實那些人在不停地 在走來走去 在那裡說 其實完全是沒有火花在那裡的 變成你觀眾 就不能熬不熬到頭一小時 其實是會比較難一些的 是會是 就是因為那套戲一開始 劇情其實太過悶難了 那所以去到後段 好像就是看完看完之後 你都覺得很抽離 那所以這套戲 你的評分其實就不高 就是 不太高 但是又不太理想 就是不太理想的 那四十幾分 meta score 是 就是 這個不是一個很理想的分數 就是我覺得 這個戲其實最大問題 就是這個劇本 太過 太過蒼白無力 就是導演說 我想透過這個世界 透過這個世界觀 來討論這個人的情感 透過這個東西來討論 人和人之間的愛情 感情的重要性 但是這套戲 就是因為拍得太過抽離 所以變成很多事情 變成很多批判 其實都寫得太過表現 沒有什麼深度 觀眾都是 沒有辦法 很容易地投入這個劇情 就是 這套戲拍到 沒有了那個深度 我自己覺得悶 好 今個星期時間也差不多 接下來 今個星期四 會有什麼新戲想呢 今個星期四 會有什麼新戲想呢 就是有一個 活地雅琳 先說 活地雅琳的最新作品 年度作品 年度作品 情迷清晰時官 近來就是 Bella 及月新世紀 這個女主角很紅 上星期 上一套Eagles 今個星期又上另一套 Cafe Society 互地雅琳的電影 情迷了多少年 互地雅琳的電影 好像由情迷巴薩龍蘭開始 情迷了四五套 不悶的嗎 這個就是片商改名的問題 高登仙 高登仙 你上一套 上一套 不是吸血神社 那套熱血神社 幾個片名 改一個這樣的片名 都被人罵 雖然 人們一看都知道 原來是這個演員 和這個演員做的 但是其實 你改一個片名 其實是同一套戲 其實是剛才特的 另外一套 都很大的 這套叫做 深海浩劫 深海浩劫 有一個Peter Berg的作品 也有這個 還有麥克華堡 這套戲 為何我真是很大的 因為 它不僅是香港 也有些宣傳 在外地 很多網站 近期都買得很大 另外一套 都算不算大作 都算是大作 天布頓 天布頓新戲 新戲 拍了小姐的童環世界 其實那個P-Man 是覺得很討厭 這套戲 好像坊間口碑 都可以 我看著 Trader 就像個 騎尼版的 X-Man 我也是 看看天布頓 會不會可以回湧 始終 好像 今年年尾 就有個 所謂的 天布頓 展覽 會播放一些作品 會播放一些 展覽 另外一套 我覺得都很值得一看 這一套就是 堅尼地公社 今年夏日國際電影節 其中一套 船英的作品 丹麥的作品 丹麥的作品 這些地區的戲 我們其實比較少接觸到 還要想到正常 其實我覺得 這些歐洲地區的戲 其實 可能我們少看 但是我覺得 往往我看 這些地區的戲 都會有一些驚喜 在裡面 剛才說了兩套 荷里胡片 跟著還有第三套 荷里胡片 就是郭定薩六日 大選狂圖 這套戲就 在七月 國慶的時候 美國已經上了話了 嗯 都對的 十一國慶的時候 播一下這些東西 拍一下節也好 這套戲就是 第三集了 第一集 其實我也是拍得很難看的 第二集 就有些迴勇的跡象 第三集怎麼樣呢 另外還有一套 BB澤急變 一套動畫 我覺得這套會很難看 直覺 另外還有一套 可能會更難看的 我反而很期待 這一套叫做 偷天特務 黃禎導演 劉華監製的作品 主角就是 天璣的劉華 這套戲 在大陸 十一國慶蕩期 大陸的片名更加奇怪 黃牌鬥黃牌 對 好像在台灣也會用這個名字 對 我都比較期待 劉華繼天璣之後 再做特務 會有什麼表現 這套的戲就是 你看那些風格 有點像王家特工 我覺得 這些人穿的衣服 無論如何 我也會看的 這套 今星期上的戲就是這麼多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包裝 戶智 開機 跳 戶 錶 在